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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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现在诸如来 未来世中一切佛 世诸正觉能处脑 一切皆依法为师 一切皆依法为师 清净于法依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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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三世诸佛法 四世三世诸佛法 世故欲尊于己者 应先尊重净彼法 一切尊重净彼法 一当意念佛所教 尊重供养无上法 尊重供养无上法 大家请放掌 我们今天继续讲 念身经 我们讲到3.2这边 广部修习念身 有十八德 上次我们讲到念身的方法 然后佛陀有讲 不修念身 修念身的一些好处 坏处 一些危险 今天我们看到3.2这边 讲到一共有十八种好处 十八种功德 我们说那个德 那个德字功德功德 我在想那个德那个字 一般我们会常看到功德 什么叫功德 功德功德 这个巴黎里面有一个字 姑娜 姑娜它有用途的意思 用途用处 我在想功德这个字 是不是来自 姑娜这个的发音 姑娜姑娜 功德功德 有吗 祖格叫姑娜 如果它 变成祖格的话 它会变成姑娜 姑娜姑娜跟功德 是不是有点接近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功德就是用途用处的意思 你这个 你这个诵经 有什么用途 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功用的意思 有什么效用 所以修习念身 如果说功这个德 十八德的德呢 是来自功德 那就是十八种用处 功用效用 那这边有点要更正的 那个标点的部分 你们那个标点是不是 就是如是斗号休息念身 那个斗号不要 这个是一句 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的 就是修持多多休息 我看那个注脚释放在哪里 如是广部 应该在二点二零这边 我做一个注脚 有没有 这是五五六七零九 这一段第一句这边 如是修习念身 如是广部者 广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它应该是来自这一句 就是经典里面常常讲到 修习什么法门的时候 佛陀会讲这个 Bahavita Bahuri Kata Bahavita就是去修习 或者是修持 Bahuri就是多多的 Kata就是做 多多的做 就是我又把它翻成 修习多休息 或者是修持 多多休息 就是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修 所以那一句 如是广部 广部这个字 我想是应该来自后面这个字 Bahuri Kata 广 广 这个Bahuri就是多的意思 那个步呢 就是来自Kata这个字 多多做 广部 就是 多多的修持 所以这是一个在经典里面常常出现的 一起出现的 那修持 要不断的修持 多多的修持 多多的做 所以这边呢 那个斗号要把它取消 如是修习 念生 就这样子修持 这个念生 如是广部 就是如是多多的修持 多多的练习 多多的修习 所以这边应该 往下应该有好多个 都是如是 逗号 修习 念生 那个逗号把它取消 那如是修习 念生 如是广部者 当之有十八德 就是说德 我们就说公德 有效用 公用 有十八种效用 好处 用处 第一个是什么呢 比丘者 能忍饥渴 寒热 闻猛 饮早 风日所逼 这种 没有及时得到饮食 那要忍耐一下 这种饥渴 能够忍耐饥渴 休息 就念生 冷的 热的 或者是蚊子 各种的小虫 有没有 会干扰 还有这种 苍蝇飞来飞去 还有跳蚤 各种的小虫的干扰 风日就是 风吹雨打日晒 这样子 种种的 二生 垂涨 垂涨 亦能忍之 二生 就是人家讲的不好听的话 难听的话 骂人的话 各种 这种不好听的 就二生 或者的是更粗鲁的 会用锤 用拳 用拳头锤 用木棒打 用木杖打 这种都能够忍耐 生育诸疾 就是有疾病生病了 极为苦痛 这种病呢 痛到甚至要命的 致命欲绝 要命的痛 诸不可乐 这种种的不乐 皆能堪忍 所以这个是 休息念生 多多休息的 第一种功德 就是效用 所以念生 怎么办呢 痛怎么办呢 还是要看着 这个身体的变化 身体的变化 外在环境的逼迫 然后我们身体的感受 对吗 还有这个心的反应 这很重要 有一次佛陀跟一位 老人家开示 他说 因为老人家就老嘛 就有病痛嘛 所以佛陀跟他说 你要这样子修啊 你要生苦 心不苦 生的退化 生病是苦的嘛 可是心不要跟着苦 不要跟着抱怨 哀怨 哀哀叫 至少 设身的苦 是自然的 反而如是 很少人会没有病痛的 大部分都会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 能够 心不要随着 身的病痛来 有所 往负面的去 就是哀怨啦 哀叫啦 不断的这种 哼啦 苦啦 能够避免这一些 至少少了一半的苦 辛苦没有 但是又辛苦 这个难免 那个是要怎么办呢 就很难啦 那学佛陀讲的 去管这个身体嘛 管这个痛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怎么变化的 刚才怎么样子 现在怎么样子 昨天怎么样 今天怎么样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念头 转去 关照身体的变化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只停留在 那个苦 所带来的 抱怨的心 生气 不耐 不烦的 那种心情 可以避免掉 那我们就关 这个深的苦 那这种舍离的心 就会更强嘛 念生 再来呢 彼秋 堪奈不乐 若生不乐 心中不着 如是 休息念生 如是广布者 四位第二德 能够忍耐不乐 那不乐 那不乐这个字呢 我们下面有个 呃 注脚 不晓得你们是不是 在同一页 有一个注脚 巴黎经里面是说 休息念生 有十种利益 第一个就是 克福乐 不乐 所以那个不乐 是阿拉提 不乐 阿拉提是乐 阿拉提是不乐 就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不忠义 那如果身体 心 身体 身体这种不乐的话 能够 不在这上面去 执着 不在这上面停留 继续地去身体 更多的 负面的这种抱怨 那第三个呢 那第三个呢 富士比丘 堪耐恐怖 若生恐怖 心中不着 如是修喜念生 如是广布者 是为第三德 我说恐怖 这两个字呢 我们要把它分开 来了解 也就是在巴黎里里面的 Baya Berava 就是恐惧跟害怕 恐惧跟不畏 害怕 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恐怖 就是对这种恐惧的心 害怕的心呢 能够忍耐 能够克服 不被这种恐惧害怕的心 所颠覆了 我们的心不被这种恐惧害怕 所克服 而是我们去克服这种恐惧跟害怕 第三个 第四个 比丘生三恶念 欲念 会念 害念 若生三恶念 心中不着 那这个念呢 又是另外一个字 它跟那个我们叫 四恶念处的念 正念的念 是不同的字 那这边的念 它实际上是一种 思维 就是你们那边应该没有 这个特别去找说 它这个念到底是指什么 念呢 它其实是 它其实是 那个欲念是 Karma Vitaka 它是这个字 Vitaka 就是我们入出产的时候 有寻有事 有没有 无寻无事 有没有 就是那个寻 欲 乐 寻 所以这边把它翻成 思寻 那跟它很接近的一个字呢 它叫 Vitaketi 这是一个动词 这边是名词 就用思寻 心思上的去寻寻秘密 就对这种欲乐去追寻嘛 就五欲乐有没有 色身相畏处 不断的思维去寻寻秘密 去满足这种欲乐 那这个动词的话呢 那这个动词的话呢 我把它倒转来 寻思 做一个区别这样子 那第二个 慧念呢 它是 Biapada Vitaka Biapada 就是一种称慧 惹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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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乐 欲念没有满足的时候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就心生惹怒 称慧 对吗 把这种不满 得不到满足 惹怒 有时候发之于口 发之于声 把它迁怒他人 发在别人身上 所以对这种称慧 的一种思询 想着如何去发出去 想着如何发飙 对吗 借故发飙 我们的欲望的心 欲念的心 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 就要把它发在别人身上 那下一步就会讲哪 想要害人家 Vihinsa Vitaka 所以那个害念 Vihinsa 这个字 也就是脑害 一般 这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 那种欲望心 得不到 就起撑脑心 再来就是修理人家 想着怎么去修理人家 真的去修理人家 一个是慧念 一个是害念 要伤害他人 要激怒他人 激怒他人 把这种 欲乐的心 没有被满足的时候 就把它迁怒他人 发在别人身上 所以这个念 是Vihinsa Vitaka 这个字 那我们试念处的念 是什么呢 是Sati 对吗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也是一个念 但当他在某些地方呢 我们也会 经典也会把用正念 会比较好 像在四念处里面 我们就不用四正念处 四念处就好了 那在修四念处里面 有一个正念正知 有没有 正念正知 它是Sati 它是Sati Sampajanya Sampajanya 这个时候 你不能说念全然了知 Sampajanya 是全然了知 那这时候用正念 会比较好 它独立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经典里面是用正念 可是八正道里面的正念 就变成什么呢 它是Sama Sati Sama Sati 这个就是真的 就是Sama 就是正 Sati 就是念 所以正念这个字呢 在汉语经典里面 就有时候对上Sati而已 有时候是对上Sama Sati 八正道里面的正念 那在这边的 如果说它是跟欲 慧 害 一起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念 就要把它 理解为 一种寻 寻找寻觅的一种心思 是 我说是思寻 这是三个吗 第四五六七 这边有四个 上面只有三个 那一个是哪里来的 好像有点对不上 那 第八德是 神略的方式 比丘离欲 离欲 二不善之法 这是入初禅嘛 初禅 二禅 三禅 一直到德 第四禅成就有 所以念身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效用 那你可以达到四禅 四种禅那 在我们有讲到 前面在佛陀在解释念身的时候 就有看到嘛 那几个P欲有没有 佛陀没有讲到 这边没有出现 这叫四念处 这样二点六 二点七 二点八 跟二点九 这其实就是四禅的一个描述 就是修 修身的一个过程里面 会经历的一些经验 那其实那个就是四禅嘛 所以说第八种好处 效用就是 会渐渐的震入四禅 初二三四禅 那如果说从念身去看到身的变化的 身心变化的一种念身的修法的话 那么四禅 四上它是身心的变化嘛 对嘛 就是越来越维系的 各种就是不同的乐受 初禅是离身喜乐受嘛 二禅是定身喜乐受 三禅是无喜为乐 四禅是舍受 就是不苦不乐 那我们上次有讲说 从那四个批语里面看到 喜受乐受的差别是什么 一个是流动性的 一个是静态性的 所以初二禅 那个都是有流动性的 像这个水 我们在捏这个泡泡棉 要洗刷的时候捏泡泡棉 让整个水渗透 整个泡泡棉 那么就可以洗车洗东西 那是流动性的喜乐受 那二禅的时候呢 定身喜乐 那种喜乐受就像泉水 从内部 那个水池池底的泉涌出来的 那是要表示 从我们自己用功 然后内心涌出来的喜乐受 而不是外来的 那个泉水池的水 不是下雨 也不是其他河流流进来的水 而是池底的那个泳泉涌出来的 所以那种泳出来的那种 也是一种流动性嘛 三禅的乐受是什么 就像莲花在水里还没有长出来 然后被整个冷水包覆着 那是一种静态的 所以乐受是一种静态的 所以这种身心的变化 那我们过去都会听到 喜受乐受的差别是什么 喜受比较粗 乐受比较细 所以粗受先消失 因为禅定功夫比较高嘛 比较粗的喜受会先消失 就是剩下比较细的乐受 那粗细怎么分别 我们这边多一个 从辟语里面 把它分析出来 流动性跟静态性的这种 两种受 所以念身我们会看到 身体的这种变化 身心的变化 那后来佛陀就 后来就给他一个名称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所以当要讲 形容这些禅定的时候 就直接说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就不用再去形容 他那个状况是怎样子 那在最近的话 他是在讲整个修念身嘛 怎么修 那我们这样子去观照我们的身体 那他这种这样的变化 那就 其实就是初二三四禅 那第九到第十一呢 是 比丘三劫已尽 得虚妥还 不堕恶法 并去正觉 即受其有 天上人间 其往来疑 而得苦记 三劫已尽 虚妥还 叫Shotapana 就是入流嘛 有时候也称为欲流 或者是也是入流 入流 入流 入圣者之流 虚妥还 是他的音译 那这一句呢 也是要给他重新做一个标点 不堕恶法 定 去正觉 好 好 那个定 好 那个定 一般都把他 那个 定的后面没有顿 好 定去正觉 那你们那边应该也是有柱角 好 我们看那个柱角 得虚妥还 得虚妥还 不堕恶法 定 趋正觉 那这在经典里面出现很多次 在巴黎经里面就是这个 Sotap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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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流 Avinipatdammo 必定不会退堕 Niyato 就是这个字 Niyato 是确定的 确定性的 所以在中文 汉语本 这个定 其实是对上这个 Niyato 就是确定性的 趋正觉 就正好对上这个 Sambodhi Parayano Parayano 就是 趋向 往那个方向去 往什么方向去呢 Sambodhi 三菩提 三菩提 就是正觉 所以趋正觉 它是一个复合词 Sambodhi Parayano 那个定呢 是Niyato 确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流圣者 它是确定的 不会再退堕到三恶道 所以不退二法的是那个有没有 就是不会再颠倒 不会再堕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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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行 惡行 然后堕到三恶道 所以这句在巴里面翻成中文 就会变成 入流者 它就是 必不堕 必不退堕处 退到堕处 堕落处就是三恶道 确定性的 它是趋向于正菩提者 所以这三个 不堕恶法 定趋正觉 这个是在形容 这个虚脱还 即受七有 最多 会再受七字 七次的存有 我们说 这个有字 在汉译里面 就是一种 存有 或者是存在 也就是所谓的Bhava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Bhava 六道里面 每一个众生都是Bhava 一种存在 七有 那这样的人呢 他会天上人间 七往来 那你们那个是一往来 应该是七往来 我是把它改过来了 原来是一往来 因为前面就讲了七有嘛 所以他会 还在人间 还在六道里面 可是他就是来来去去在哪里呢 天上跟人间 来来去去 顶多七次 得得苦忌 最多七次 那有可能有的是一次 再来一次 他就得到苦忌了 或者是来两次 三次 不会超过七次 这是出国 出国 入流者的一个特色 所以天上人间 来来去去 所以佛弟子没有解脱 很用功修行 去了哪里 去到天上 这是法尔如释嘛 佛弟子修行 就是修善法 他一定是在天上人间 来来去去 七王来之后呢 而得苦忌 苦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他是来自这个字 鲁克 安塔 就是苦的边际 所以经典会看到苦边 安塔那个是边 也是际 其实他就是苦净了 苦净了 到达苦的尽头 那就是没有了苦了嘛 也就是成阿罗汉了 所以 鲁克安塔 苦边 苦忌 他就是苦断净了 所以 休息念身 就可以直接达到 阿罗汉果位 阿罗汉果位 这是第九德 再来呢 比丘三劫已静 云怒痴薄 德一往来 天上人间 一往来之后呢 德苦忌 所以是一来果 这就是二果嘛 德一往来 德一往来 一往来 怎样子往来 去到天上 再回来人间 就 達到苦净了 再来呢 比丘五下分结境 身于比肩 便波涅槃 德不退法 不还此事 所以比肩是哪里 此事是哪里 此事就是此事间 就是人间 所以比肩是哪里 不回来的 不回来的 不还果 去了哪里 到天上去了 哪一天呢 射究晋天 我会在经典里面 常常看到 阿加 阿加 你炸天 有没有 那个比肩 就是这个 你们的讲义 应该没有这个 我后来加上去的 就是阿加尼克塔 阿加尼斯塔 这是梵文 阿加尼斯塔 就是 射究晋天 也翻译做什么呢 阿加尼 你炸天 阿加尼克塔 就是这个的音译 也称为什么 静居天 就到那边去 不回来了 从那边 就拨涅槃去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听到说 哎呀佛弟子 你不要求生天 好像一谈到天 就很恐怖 很可怕的样子 为什么 人家都说 天上福报 想尽 就直接掉下来 直接掉到地上 讲得很可怕 的确是 有一类众神是这样子 他就人间修福报 觉得福报很大 然后升到天上很快乐 就不再修行了 所以在上面享受享受 完了之后呢 他福报享尽了 过去很久以前的恶业现前 所以他就直接掉下来 所以他就直接掉下来 可是对于佛弟子来说 是这样子呢 佛弟子不断地用功修行 对不对 所以到天上去 随时都有机会得解脱 所以 我们要分别地了知 去了解 不要讲到天上很恐怖 如果把天去掉之后 那你怎么了解六道轮回 你怎么了解六道轮回 你就有一部分不了解 不敢去了解 不想去了解 因为害怕堕到地狱 这是不应该的 六道里面得要了解 就像我们讲的这个 修道出果 二果 三果 出果七番生死 往来 从哪里来 去了哪里 就到天上去 而再回来人间 这个二果呢 上去天上再回来一次 三果呢 不来了 不来去了哪里 就在天上 也就是非常用功 在人间非常非常地用功 就一路上 即便是投身到天上去 在人间已经养成修行的习惯 那么去到天上 一样继续地修行 所以会在那一边 就伯涅盘去了 所以这是在阿含经里面 佛陀有讲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对天界的了解要正确 一个入流者 刚才就讲了 入流者 他不堕恶法 一定的 确定性的 他一定会往三菩提去 只是快慢而已 他一定会到达三菩提 等正觉 所以这是第十一德 所以这是第十一德 也就是德不来果 升到天上 在那一边 波涅盘去 那十二到十七德 这个部分 比丘若有喜解脱 离色得无色 如其相定 身作证 成就由 而以会观之路断路 那这边有几个 那这边有几个啊 如是修习念身 如是广布者 四位 第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一共六个 那这句话 若有喜解脱 离色得无色 到底是指什么 那在巴黎本里面 没有这一段 我刚才有看到的 巴黎本里面 它其实只有十种功德 十种好处 十种利益 那汉语本里面 这一个呢 五解 这句是五解的 就在《中安罕经》里面 出现了几次 什么叫喜解脱 离色得无色 然后如其相定 身作正成就有 然后要用会观来 织漏断漏 那我们看这一句 离色得无色 那就到了无色定嘛 就是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的那些禅定 有没有 那就是四禅以上嘛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 进入到四禅 就是身行灭嘛 口行在二禅灭 那身行在四禅灭 身行就是指我们的入出息 所以这边喜解脱 是不是指 喜 入出息 没有了 就是 从我们现在的一句 受限于入出息嘛 没有呼吸 我们就结束了 对吧 是一定要受限 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呼吸啊 你可以停止呼吸 还活着吗 可以 你进入四禅去 就可以没有这个 口鼻的呼吸 当然那种就是透过 非常维系的 皮肤的呼吸啦 所以 因为后面这一句 离色得无色 所以 因为又没有巴力经的参考 所以我们解为说 喜解脱 就是在四禅的时候 呼吸停止了 然后开始进入到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四个无色处 如其相处 这句话也常常出现在 经典里面 什么叫如其相处 就像那样子的禅处 怎么样 就那样 空无边处 世无边处 那样的禅处 去生作正 轻生去正德 然后达到成就 游呢 就安住在里面 就是 住在这些 五色定里面 那五色定能不能得解脱 不能得解脱 但是如果有会观的话 那么是可以得解脱的 有很多经典里面 有很多经典里面讲 前面七个等字 可以定中做官 得解脱 后面两个不行 所以就事无色定里面 所以就事无色定里面 前面两个 空无边处 事无边处 无所有处 这三个 可以透过会观 就得漏尽 就得漏尽 这个非想非非想触 跟享受灭定 它是需要触定来做官的 那当然讲到定中能不能做官 触定做官 这又是我们佛教界里面 千年的争议 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还是各说各话 那我们回归到经典来看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是可以定中做官的 但是 我们讲佛教里面 经典里面讲禅定的话 不是有九个吗 九次第定 有没有 也叫九等字 有吗 那 在不少的经典 九个里面 前面七个 是可以定中做官的 后面两个 不能定中做官 好 那这样子的说法 大概 都是我在讲 除非他们有研究阿罕经的 不然都一般都认为定中不能做官 可是我们看很多经典里面 其实佛陀在谈 怎么样子在定中做官 如果定中不能做官 不能得解脱 佛陀又怎么会在第四禅 波涅槃 佛陀的弟子 对吗 佛陀是在四禅里面 得三明 如果不能做官的话 那怎么得到这一些 当然这个是要经过很多经典的讨论 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讲就好了 那所以这边呢 为什么说 如其相定 身作正成就由 然后以会观之漏断漏 也就是说 如果进入这种禅定 它本身禅定本身不会断漏 它会带来什么 长寿 所以四五色定就叫什么 什么天啊 进入到四五色定 以后就不得解脱 在人间还是不得解脱 以后就升到长寿天 多长呢 二十亿万年起跳 入到空无边处天 寿命二十亿万年 怎么算呢 很多个零 算下多少个零 空无边处上去是四五边处 它的寿命乘以二 就四十亿万年 空无四五边处再上去呢 无所有处 再乘以三 三二六六十亿万年 飞翔飞翔触天啊 乘以四八十亿万年 所以升到这些天上的众生 会认为它永恒存在 所以它会说我永远存在 这叫常见 那有一种呢 因为寿命太长了 看不到尽头 它一直都在那里 所以它认为说我永恒存在 这是常见 那有一种呢 会进入到这边 出现一种断见 因为空无边嘛 无量无边 看到没有边际啊 所以它会以为什么都没了 断见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进入这种禅定 如果说能够依佛所教 那样子去以智慧来观照的话 就能够得漏尽 所以这边 喜解脱 那这边得是有几个呢 六个嘛 十二到十七 可是四五设定只有四个啊 还有两个不晓得怎么算 这边你们算得出来吗 还是说 四五设定加上支漏一个 加上断漏一个 那就六个 勉强这样子算出来 所以汉语本里面不是很清楚 再来第十八得是什么 比丘如意足 天而他心 宿命至 生死至 诸漏以尽 得无漏 心解脱 慧解脱 于宪法中 自知自觉 自作证 成就由 那对于这件事情 知如真 也就是对于 身以尽 犯恨以利 所做一半 不更受有 这件事情 就是 如其实的知道 这是解脱之见 就是 得无漏的心解脱 慧解脱 其实就解脱了啦 那再进一步 要你要 自己知道 自己 觉知 然后自己 轻证 证得之后 安住在里面 这个是什么 解脱之见 就是我们讲 五分法身 有没有 五分法身 不就是 戒 定 慧 解脱 解脱之见 对不对 那第四个解脱 就解脱了 为什么还多一个 解脱之见 好 那个知见 要分开 分开理解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词 你知见正不正确的 不是那个知见 是知道 见到 对于解脱 对于解脱这一回事 自己知道 自己解脱了 自己见到 自己解脱了 也就是当 能够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 就是得到解脱的知和见 那就圆满的五分法身 否则的话 只得到第四个 四分法身的话 那就不圆满 虽然解脱 可是不圆满 因为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有没有这样的人解脱了 他不晓得他解脱了 有 有 经典里面是有 这样的记载 好 那这边他把 如意足 天耳 他心 宿命 生死 二世 五个 都放在一起 也算不出来 是不是 这个把他放到前面去 因为四五设定 只有四个嘛 所以第十二 十三 十四十五 十六 十七 可以归纳来这边吗 好像也不行 所以第十八得 变成六 六神通 六神通 其实这个如意足 它是翻译上的问题 它不是那四如意足的那个如意足 它是翻译上的问题 就是 Ittipada Itti 就是神变 就是说穿墙透壁 飞天遁地 一个变十个 十个变百个 经典里面有这样的描述嘛 有一种这样子的 六通里面的 其中一个超能力就是 可以 穿透墙壁 可以从这一山直接穿过去 不用挖一个洞 可以直接从地面消失 这样子的一种超能力 所以跟那个四如意足 那个是不太一样的 这是翻译上的问题 这样子叫十八德 所以汉语本这边 虽然它说 休息念生 有这么多的效用 功用 但我们算的时候好像 数字没有对上 我知道是翻译上的这样子 所以从这边一到十八来看的话 那我们说这个德 这个字有没有 它就是功德 也就是效用 功用 用处 应该是可以嘛 对吗 因为念生 所以得到这些这样子的结果 获得这样子的一种修正 所以这种功用 一种效用 所以那个德字就是功用 效用 那这是念生经 到这边结束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经 我想这经 或许你们当中 有人已经很熟悉了啦 就是我们要谈从四念处到四禅那 其实从四念处到四禅那 前面已经大概有一点接触到了 二的刚才念生经 是从念生到四禅那 这是念生经里面的 念生经的内容 其实就是四念处里面的念处 深念处 所以深念处 你看从这一经来看的话 它可以修到多么的深 多么的深深 那我们今天要看从四念处到四禅那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讲解脱到次第里面的第二个 修四念处 那修四念处的部分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杂阿汉里面的跟中阿汉的 那我们一直要想要说 那我们一直要想要说如果佛陀 从初成佛就说 四念处是一圣道 那到佛陀 那到佛陀大波涅盘的时候 也是交代弟子们以后 自一圣道 就是修四念处 那既然从头到尾都是在讲修四念处 那么四念处跟这一些三十七道品 各种禅定的成就 到底有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在之前就看到大概慢慢地看到一些 四念处跟禅那之间的关系 四念处跟七觉知的关系 之前有讲了嘛 那我们现在讲到四念处跟四禅那 那为什么一定要从四念处 来了解到四禅那 它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佛陀成道的时候 就是在第四禅里面 去得到三明的 得到四禅 然后得三明 然后就成佛了 所以后来他对弟子的教导里面 也都是讲这一个 就是四禅 然后得三明 就成阿罗汉了 就是解脱了 所以可是在那些经典里面 我们看到的四禅 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描述 可是我们总是看不到 到底怎么修 才可以得到四禅 一般就是说除五盖 离一离二不善法 然后就出禅了 怎么修 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子看到了吧 念生经 从念生 就是寻生念你 就可以达到四禅的那个境界 那四种状况 那我们再来看一经 就是念处经 刚才的念生经 刚才的念生经 就是中阿罕八十一经 这个 它是讲到念生而已 讲到生的观照 也就是等同于生念处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 念处经呢 它就讲到四个 深受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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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八立经是 Mahasatipathanasutta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大念处经 所以你看到大念处经 它应该就是指八立翻译过来的 那如果说是念处经呢 那就是汉译本里的中阿罕经这边的 那这里面讲生念处的内容 有很多是跟我们刚看完的这一部 念生经 有很多重复的部分 所以重复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提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看到受念处 心念处 法念处的部分 这两经到底有哪里不一样呢 那如果你们有目次那边的话 你可以先看到这一本 这一部 就是我们刚刚讲完的 八十一经 念生经的二 这边 第二个部分这边 佛陀解释念生 可以断心诸患得定心 所以二点一 一直到二点 一八 然后对照到我们现在要看的 念处经的生念处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 我把它剪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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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念处经的这个部分 它的身念处部分 这样子 几乎可以看到全部 几乎可以看到全部了 所以左边就是 念生经 Kaya Gata Sati Sutta 它的念生的修法 这边二点一到二点一八 好 右边呢 就是我们现在要看的念处经 也就是大念处经 谢谢 二点一 行住坐卧 免物 皆知如真 右边的身念处呢 行住坐卧 正知出入 屈身敌仰 所以右边的一点一 等于左边的二点一跟二点二对吗 二点二是正知出入 屈身敌仰 所以念圣经里面的二点一 二点二 等于身念处里面的一个 他把它浓缩了 那二点三 以善法念 治不善念 等于念处经的 以善法念 治不善念 这一样吗 二点四 此此相着 以心自心 那就是念处经里面的此此相着 以心自心 二点五 知入出习 学一切生 一直到子 身 口 行 习 入出 那就等于念处经的一点是 知入出习 学一切生 子 身 口 行 入出 那念圣经右边这边 二点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就是初二 三 四 禅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无喜生乐 以心自心 turmoil 以心自心在秦永结 ark 这分别是初二 三 四 禅 那在念处经也有 次第一样 一点五一点六 一点七一点八 一样是 离生喜乐 定生喜乐 无喜生乐 清静心意解 便满全身 之后是念光明详 念处经一点九 也是念光明详 那念圣经 二点一一 观相善受善词 善意所念 念处经一点一零 也是善受观相 善意所念 左边念圣经 二点一二 观内圣不敬 在念处经也有 就是一点一一 观内圣不敬充满 从这边开始是不静观 就往下看 二点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跟右边这边的 一点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五 好像幾乎都一樣 念促經講完這個 生念促之後 後面就是受念促 念申經的話 後面就會講到 如果不修 念申會有什麼不好的 所以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 念申經的前半段 就是念促經移植過去的 我們待會再來看一下 念促經的部分 到底有沒有完全一樣 還是說有什麼不一樣的部分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那我們接著看 那這兩經的這個說法地點 經典的一部分內容非常相近 我們從這個圖來看的話 就是佛陀時代的十六大國 那這兩部經是在哪裡講的呢 尋生念 念申經是在這邊 是昂格這邊 也就是在現在的孟加拉 對嗎 就是恆河出海的這邊 它是在東北邊 印度的東北邊這邊 昂格 那我們現在要看的念促經呢 它是在 居魯國 庫魯是在這邊 就是印度的正北邊 這邊下來一點應該就是 新德里現在在這邊附近 所以那個時候的居魯國 應該可能會涵蓋現在的德里 所以一個是在東邊 一個是在正北邊 所以非常遠 距離非常遠 所以我們看 這個念申經呢 它就是在東邊這邊 昂格這邊 那念促經呢 它是 這邊一開始就說 佛有居樓收 這個到底要念 勾樓收還是居樓收呢 居樓 它這個字 是來自這個 庫魯鼠 庫魯鼠它是 它那個翻譯是 把 魚尾的發音都翻譯進去的 它是 這個是一個 觸格 就是在庫魯 這個庫魯鼠的意思就是 在庫魯國的 民眾裡面 在庫魯國裡面 去脫波 在那邊說法 脫波 所以這個 庫魯鼠 那要翻成 變成 勾樓收 還是居樓收 居 怎麼變成 這個 來自庫 不知道 可能久遠以前的發音 不好辨識 所以這個字 所以這個字 居樓也好 勾樓也好 就是來自 庫魯這個字 也就是現在 德里的北邊 那一帶 這個國家 它有一個城市 它有一個城市非常有名的 它在經典裡面出現非常多次 建摩社坦 勾樓都議 建摩社坦 就是這個 Kammasa Dhamma 它發音相當好 Kammasa Dhamma 建摩社坦 它是這個 勾樓都議 就是勾樓國 或者是居樓國 它的首都 那這邊佛陀在這邊講了相當多部 非常重要的經典 所以就表示說 佛陀當年來這邊的次數並不少 而且也跟他們講了非常多 非常重要的法 那像這個 四念處的大念處經 就是在這邊講的 還有一部 還講到緣起盛生 也是在這邊講的 所以這個國家非常重要 那如果把它連到現代的地區呢 就是在德里這邊 德里 新德里這一帶 在北邊這邊 佛陀在跟比丘們說 有一道 靜眾生 度幽位 滅苦惱 斷地窟 得正法 為四念處 所以四念處有這樣的功用 二四五 靜眾生 靜眾生 斷地窟 得正法 就是四念處 那這幾個 那這幾個 致使法統之領悟 致使 致使 涅槃之 清正 靜眾生 靜眾生 清靜 渡幽位呢 就是 就是 致使 能夠導致使得 諸憂和悲 和悲的克服 克服 就是渡過去的嘛 滅苦惱呢 就是 就是 導致使得 諸苦和諸腦的消逝 滅苦惱 是令苦跟腦消逝 斷地窟呢 跟得正法 似乎就不好對了 那這八例裡面 它是 最後兩個是 致使 法統之領悟 領悟這個法統 導致涅槃之清正 所以得正法 是不是對上涅槃之清正 那斷地窟 對上法統之領悟 似乎有點遙遠 那個法統 這個字啊 它是這個字 太小了 我們把它 複製過來 這些全部都是 名詞 所以 敬眾生 就是要這個 友情的 Visuddhi 清淨 好 度優位 就是眾生的優卑 要讓它 Sammatikama 平靜 再來呢 苦與腦的消逝 Athangamaya Athangamaya 就讓它消逝 變不見了 就是消除苦和憂鬧 那問題在後面兩個 這個 漢義本的斷地窟 跟 德正法 在巴黎裡面是指的 跟鴨鴨 鴨鴨的清正 是 領悟 Athangamaya 是領悟 那鴨鴨這個字呢 目前也是 沒有統一的翻譯 鴨鴨它就是指說 佛陀的這個解脫道 這整個的系統 所以我說它是一個法統 這個正法的這個系統 就是讓你了解生命的真相 那這樣子修 去得到解脫 這樣子的一個法統 這個正法的傳統 正法的一個系統 那個叫鴨鴨 它的這種領悟 所以你對於這個鴨鴨能夠領悟的話呢 那就解脫了 那最後是涅槃 Nibbana Nibbana的清正 那如果說這個要對上斷 那如果說這個要對上斷 那得正法 那得正法 似乎也是可以嗎 或者是 得正法是對上這個 因為正法就是它可能對上 Nia Nia 就是佛陀的這整個系統 就是正法嘛 所以 法統之清正 就是得正法 那斷地哭呢 流浪生死 所以哭哭啼啼嘛 對嗎 獨自一個人來的時候 大哭一場 走的時候很歡喜 患別人哭 對嗎 就是斷這種 所以是斷生死流轉 斷生死流轉 其實就是什麼 涅槃嘛 所以我想 斷正法 得正法 跟斷地哭 是這樣子對上 這個巴黎本的 所以我們回來這邊 所以 致死法統之領悟 這個就是講 所謂的得正法 致死涅槃之清正 那正涅槃了 那就不會再哭哭啼啼嘛 沒有生死流轉了嘛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這一段 也是 漢巴兩個部分 非常的 幾乎是一樣的 那接著佛陀就說了 這一句我們也很熟悉的 若有過去諸如來 無所著等正覺 虛斷五蓋 這五蓋呢 它是心慧 慧磊 所以心慧慧磊 是在形容這個五蓋 它是心的污慧 心的雜染雜質 它會讓我們的智慧變弱 慧磊 就是讓智慧變磊弱 就是讓智慧變磊弱 在哪一經呢 四九八經 那個尊者 尊者 射利弗在佛陀面前 四子吼 讚美佛陀 對嗎 就是講到這個 斷五蓋 斷五蓋 諸四念處 修七覺之 他看到這個 他看到這個 所以他讚嘆 如來 那這邊佛陀親口說的 也是這樣子講 那若有未來諸如來 那麼 也是一樣 斷五蓋 斷五蓋 這種心慧慧蕾的東西 然後立心正著於四念處 修七覺之 得覺無上正境之覺 我今現在如來 佛陀講自己 無所著等正覺 我意斷五蓋 心慧慧蕾的東西 然後呢 立心正著於四念處 修七覺之 得覺無上正境之覺 這無上正境之覺 其實就是無上正等正覺 這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的修行 最簡單的就是這樣子講 斷五蓋 住四念處 修七覺之 得到無上正等正覺 那佛陀講那麼多經典 怎麼辦 怎麼樣子跟這樣的一個連起來 斷五蓋 斷五蓋 然後四念處是住喔 不是修喔 我們現在都在講修四念處 對嗎 我們之前都在講修四念處 我現在是講 住在四念處 然後修七覺之 這有個差別嗎 我們上次有一經是不是有講到 修四念處 七覺之慢慢升起 我們好像還沒講到嗎 好像還沒講到 我在學院講的 有時候兩邊的內容我會狠壓在一起 就是 修四念處有一些方法 你修的正確 如佛所說那樣子去修 那他必定七覺之會一直一直升起 那這樣子的解脫就有希望 如果修四念處修到你沒有七覺之的話 那後面的結果就別想要了 所以我們這樣子看到 四念處七覺之 還有五蓋 那我們上次有講嗎 五蓋這個字 常常會出現在哪裏 出現在那些經典在講四禪的部分 有嗎 除五障 有沒有啊 離欲 離惡不善法 然後就 除二三四禪的正德 這邊是講 斷五蓋 住在四念處裡面 修七覺之 那麼 四念處七覺之跟四禪 有沒有關係 我們就要去注意這個部分 那所以這種說法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兩經了嘛 一個是尊者瑟利弗講的 這一經是佛陀說的 那其實有好幾部經典都講到這個 所以諸佛如來的一個修法是什麼 斷五蓋 住四念處 修七覺之 所以佛陀下面就開始講 所以佛陀下面就開始講 他沒有講斷五蓋 直接講四念處 好 好 雲何為四 觀生如生念處 同樣的 如是就同樣的 觀覺心法如法念處 所以最簡單的 所以最簡單的 四念處就是 觀生如生念處 觀壽如壽念處 觀心如心念處 觀法如法念處 好 這是重阿韓經 所以那個絕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瘦 那觀生如生念處 那觀生如生念處 都要知道 都要知道 然後 如是比丘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力念在生 有知有見 有明有達 這個叫 比丘觀生如生 那我們剛才講說 這邊的生念處 一到十七 幾乎跟那個 念生經是完全一樣的嗎 但這個部分 就是講了 行處坐臥之後呢 這個部分有沒有一樣 大家回去看 念生經的2.1 我把它放下來 把它放到同一頁 你看到這個差別嗎 休息念生 行則之行 行處坐臥免物 這個沒問題 念處經也是一樣 然後呢 比丘隨其身行 便知善如真 隨著身體這種 行處坐臥免物的整個 所有的行動 就像上面這樣子 走就走 走就知道走 站就知道站 坐就知道坐 這樣子可以達到怎樣 這樣子呢 比若如是在遠離獨住 心無放逸 修行經行 斷心諸患 而得定心 得定心以 折之善如真 所以這應該放一個鬥號 比若如是 若比丘像這樣子 然後在遠離獨處裡面 心無放逸 這樣子去修的話 那他就能夠達到 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 念生經的這一段 就是跟念處經不同的地方 念處經是說 這樣子就是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觀內外生如生 對嗎 就是 這一句 就是這兩經 雖然說我們看到 剛才看到這個部分 他的目次看起來完全一樣 但是後面還是有一小部分 是不一樣的 所以 也不能說這兩經是 哪一經抄哪一經 不是 佛陀在針對不同的聽眾 講不同的重點 那這個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上面 上面這樣子做 上面這樣子做 就是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把念頭安在這個身體上 有知有見 這是什麼 知道 見到 知道意念 為了知識 如果是巴黎 如果是巴黎的話 他是僅為了知識 為了意念 這很單純的 就知道說 我現在在走路 我現在在坐著 我現在躺著 就把我們的心放在這上面 很單純的而已 這是念促經的修法 那這一句 會在後面不斷的重複 在每一個項目裡面都會重複 這接下來 正知出入 屈身敵養 整個 穿衣 搭衣 齒波 所有的動作都知道 一樣 這個就是 比丘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所以這樣子看來都 四念促裡面講的 內生外生 跟別人沒關係吧 還是看我們自己 整個的動作 身體的動作 要知道 我們平常生活 會不會有時候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 有嗎 常常會念頭 不在我們的行動裡面 比如說 打破一個花瓶了 都沒有看到是 自己的手碰到 然後就說是別人弄的 不管我是 有沒有啊 常常會這樣子 於是 爭執就來了 吵鬧就來了 所以 觀身如生的話 那麼你就知道 自己身體的每一個動作 外生什麼動作 然後內生起什麼反應 一害怕 害怕 害怕就把責任推給別人 不要承認 最好沒有人看到 對嗎 怎麼樣子都不要承認 所以看到內外生 看到真實的自己 那以善法念 治不善念 這是一樣的 所以 前面那個修法 就跟 念聖經是一樣的 我們就不念了 那只有這一句 不斷的在重複 所以這每一個修法 它其實就是什麼 所謂的 身念處的修法 它在此此相著 以心至心 你看這一段 這個就是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那一點是這邊 這個是 入出洗念 這個上次 我們看這 《醫法經》的時候 這很多了 這個就是 入出洗念的 一到四 那這邊呢 也是一樣 這句又重複了 這個就是 就是所謂的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那初禪也是一樣 這邊有沒有講 這個叫初禪呢 我們1.5這邊 也沒有出現 初禪那個字 比丘觀生如生 比丘者離生喜樂 自身潤者 普遍充滿於此身中 離生喜樂 無處不變 這一樣嘛 這個比喻也是一樣 像公益人 氣盛找斗 水河成團 水滋潤者 普遍充滿 無處不周 也沒有講這是初禪 但是 就是這樣子去觀 這樣子去 體驗這個喜樂受 所以這個就是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有知有見 有明有達 有知有見 這是可以對得上 可是明跟達好像對不上 明達就是了解通達 整個過程 在巴黎文裡面是 巴黎經典是沒有這一句的 那二禪這邊也不說 這是二禪 但這些文字描述 我們知道它是二禪 所以這句再重複 三禪也是一樣的 跟念神經一樣的描述 然後這句重複 再來四禪也是一樣 我們看到這個 再來念光明想 這也是一樣 這也是一樣 跟念神經是一樣的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善受觀像 善意所念 就好像 做觀握人 握觀做人 就是觀看我們這個身體 就好像一個 坐著的人 看一個躺著的人 一個躺著的人 去看一個握著 躺握的人 真的就看到這樣子 我們看我們自己的這個身相 就像你去看一個人 躺在那邊這樣子 就直接看到 這不是一般的功夫 這不是假想 你看我們這邊這麼多有沒有 有哪一個是假想觀 沒有 這全部是真實觀 一樣這句重複 這就是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再來 觀身體內 種種不靜 有嗎 這個我們上次也是看過的 所以看到 從前面這樣子訓練下來 這個時候看到 內生裡面的 五臟六腑 每一個東西 就像好像 有人把一個 裝滿各種痘的袋子 打開 直接看到 所以這 看到我們身體內的器官 就像你看一袋 鬥子一樣 直接看到 所以這修法其實 這邊都一再出現 有沒有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內生 外生 這個外跟別人的身體沒有關係 這個都是指我們的身體內 體外 觀身諸戒也是一樣 前面那邊都是我們在念 神經裡面看過的 看到這個屍體被烏癡所濁 財狼所食 整個腐爛了 然後想到自己身體也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我們現在沒有機會看到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可以看到的 有機會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是死屍 我們現在看到活人的病苦 有機會看到 對嗎 病痛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的文明社會不會讓你這樣子 看到屍體丟在那邊腐爛 這不可能啦 除非是當警察的 一般人看不到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我後來想一想 我們現在比較容易看到的是什麼 病苦 自己比一比 以後我的色身也有可能會這樣子 遭遇這種病苦 所以趕快修行 趕快用功 你看到這個色身的病痛 帶來的折磨 還有身體的變化 這病苦把身體折磨成這樣子 你想想趕快好好的修行 所以這邊從這個身體的 這屍體的腐爛 然後看到骨頭 然後散落一地 那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 就是從一個生病 躺在那一邊 然後開始得腫瘤 然後爆開 裂開 然後到最後折磨很久 就是什麼放療化療 把人折磨得不像人形 到最後還是走了 時間長短不易 有的人可以拖很久 有的人很短的時間 看一看 就想想 有一天或許 我們都活在這個世界 吃的食物 呼吸的空氣都差不多 生活型態差不多 所以我們每個人的色身 所遭受到的其實都差不多 或許有哪一天我也會這樣子 所以 觀內身如身 觀外身如身 趕快好好修行 皮肉 1.6 1.7 所以到這邊也仍然 我們說這一句 一直都在重複 這一句 都在重複 這叫 若比丘比丘尼 如是少少觀身如身者 是為觀身如身念觸 觀身就這樣子觀 我們能夠做到幾部分 所以不用去想個假想觀 你能夠真實觀 看到自己身體的變化的時候 那才是很真實 如果是假想觀的話 你為什麼要假想 我不要假想就沒事了 不是嗎 可是如果說我們用真實觀的話 你就看到 的確就是這樣子 這是個真實的狀況 不是假的 所以這身念觸跟 念觸經理的身念觸的修法 跟念身經理的那個念身的修法 是 看來是一樣 但後面那一段就是不一樣 就是 在念身經裡面 下面這個 這樣子 遠離獨住心無放育 所以 在去用功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用功啊 所以這是不是實修法門 所以這是不是實修法門 非常實修法門 非常實修法門 直接去看這個身體 習慣的去看這個身體 就是我們說念身是有沒有 是KAYA GATA SATI有沒有 KAYA GATA SATI 就是我們的SATI 我們的正念 要放在哪裡呢 行走於身體 GATA就是走嘛 行走 行走在這個KAYA 就是我們這個色身 所以這個是什麼 行走在這個色身要做什麼 去觀這個色身的真實像 所以我說它可以翻成尋身念 去尋釋去看這個身體 把正念放在尋釋我們整個身體 它的每一個真相 其實有的人真的會不願意看到真相 對不對 不想看到真實的自己 不敢看 不敢看你就存在幻想 幻想自己的美好 對不對 看到真實像 我怎麼放下 我怎麼不執著 看到就會不執著了 可是我們很多人其實不敢看 敢看嗎 看到自己在做什麼 看到自己在做什麼 那就看到真正的自己 你那貪嗔痴心就起不來了 為什麼 原來我是那個樣子 我憑什麼生氣人家 我憑什麼跟人家發脾氣 對不對 我憑什麼瞧不起人家 我憑什麼認為我自己比人家好 不都一樣嗎 臭皮囊一個 所以 怎麼不執著 知如真 我們講的說 這經典裡面常常出現這句話 有沒有 知如真 在雜喊裡面叫 如其實之 如其實之 跟知如真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如他真實狀況的那個樣子去知道 如真 就如他真實的狀況那樣子 去知道 去知道 去見到 知跟見嘛 所以如其實之 就是也是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如 不如他真實狀況這樣子去知道 如其失之為什麼把動詞放在後面呢 在巴黎裡面叫Yatha Bhutan Pajanati 所以如其失就是這個Yatha Bhutan 滋呢就是這個Pajanati 了滋 所以其實如其失是一個副詞 Yatha就是如他那個樣子 如他佛塔就是以身以存或者是以存在的意思 這個佛塔 如他 那個他是什麼 任何的 你要看的是人也好 事情也好 心也好 意念也好 如他已經存在的那個狀況 你了知 很清楚地知道 所以你能夠做到知如真 如其實之 那你就不會發脾氣 真的 因為你看到自己 什麼狀況 什麼心情 什麼反應 什麼表現 那你很多煩惱都起不來了 因為你發現原來我是這樣子的 你不好意思生氣了 對不對 不好意思 講人家 你為什麼這樣 你為什麼那樣 看看原來我自己也是那樣 所以如其失之是非常重要的 在整部經典裡面佛陀不斷不斷地在講 所以尋身念也好 身念處也好 其實都是在看到我們自己 那接下來呢 就是受念處 所以念處經它是要講四念處 那念身經呢 是這樣去瞭解我們整個色身 那念身經上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有念身修得好的話 摩羅干擾不了 對嗎 照那種方式這樣子的尋身念 也就是了解我們身體內外的整個變化嘛 所以這個變化到底是 比如說我們常做的時候有一些特殊的經驗 不管是看到 聽到 感受到 那種特殊的經驗 到底是因為我的用功而產生的 還是真的是一個外來干擾的力量靠近來 或者是天氣的關係所造成的 還是我的心情所造成的 這個時候如果尋身念修得好的話 我們就知道內外發生的狀況嘛 就好像那四個屁育有沒有 初二三四禪其實就是看到什麼 我們在打坐都是我們身心的變化嘛 所以那種獸 那種喜樂獸 你看到其實它是 從心的運作然後到它 往內然後自己產生的 那你就如果說是一個外來干擾的力量的話 你馬上可以辨識的出來 所以在這一經為什麼它會說 觀內生如生 觀外生如生 就是你知道內外的狀況 所以那個外不一定是很遙遠的外 就是我們體內體外的一些現象的變化 那接下來受念處這邊呢 我們剩下幾分鐘啦 五分鐘 受念處這邊也有一些文字 其實要花一點時間來講的 有講什麼樂時樂無時 苦時苦無時這些有沒有 那需要花一點時間來講 我在想說這個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邊 然後受念處的部分 我們就下星期再來講好了 大家請合掌 南摩本師釋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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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現在諸如來 未来世中一切佛 世诸正觉能处脑 一切皆依法为师 清净于法依子柱 四世三世诸佛法 世故欲尊于己者 应先尊重净毕法 一当意念佛所教 一当意念佛所教 尊重供养无上法 尊重供养无上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